大家好 歡迎收看華視晚間新聞 我是連昭慈 新聞開始 是我們華視的獨家追蹤 過年返鄉高峰期 遇上了指揮中心 宣布居家檢疫必須一人一事 防禦旅館現在是一防難求 那麼大家都在搶訂 防禦旅館也出現了訂防亂象 等一下我們會有詳細的報導 先來看到 畢基現在有公開 防禦旅館的名單的縣市是少數 反台民眾只能透過地方政府 來分配房間 甚至得等到 飛機起飛前十天才能夠知道 自己到底有沒有地方可以進行檢疫 不少旅外的國人只好在臉書上來求助 甚至被這個防禦旅館的仲介找上門 但是透過仲介訂到的旅館 都不正面回應自己是不是防禦旅館 對此觀光局就說 雖然沒有違法 但是還是建議民眾 不要透過仲介 避免引發糾紛 來看我們華視記者葉偉成 掌握的獨家消息 目前除了台北 新竹 台南等縣市 有公開部分的防疫旅館名單之外 多數的縣市都是不公開的 那麼民眾除了找地方政府協助 媒合 就只好找上防疫旅館仲介 就是後來也是有看到有一些總結 就是有留言說可以找我 個人的粉專類似那種東西 但是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在美國工作的陳小姐要返臺過年 想住高雄防疫旅館 卻因為不公開 求助地方政府 又要等待分配 在臉書PO文尋防被仲介找上 因為居家簡易變嚴格 這種仲介不少 臉書上他們設立粉絲專頁 也有LINE帳號直接洽詢 私訊搬接號碼抵達時間 對方就會傳來房間價格 大多鑑於二到三千 還把檢疫房間環境拍成影片 畢竟不知道手機那頭是誰 前衛出了回國有沒有地方檢疫 都是大問號 甚至求證訂到的旅館 也不願意承認自己是防疫旅館 觀光局說業者把訂房交給仲介管理 不願公開檢疫旅館身份 沒有違法 但建議民眾要向地方管理單位求證 或是乾脆不要透過仲介 才能安心檢疫 華日新聞 葉偉成林支持人 泰布島